自从今年商业航空巨头SpaceX 成功用载人龙航天飞机将两位宇航员送入太空之后 世界航空格局似乎面临着一次大洗牌 而11月16号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再次成功升空执行任务 将四名太空宇航员送往国际太空站 彻底标志着美国进入航空新时代 那就是宇航员前往禁地轨道的常规旅程由商业公司提供 升空的四位宇航员分别是霍普金斯 格洛佛 华克和经验丰富的日本航天局太空员野口聪一 他们将在国际空间站停留6个月 这里还有个有意思的小插曲 就是野口聪一成为历史上第三位乘坐三种不同类型空间飞行器 离开地球的宇航员 此前 他曾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和航天飞机 这四名宇航员搭乘的列宇九号运载火箭和载人龙船舱 于美国当地时间11月15号19点27分从佛罗里达州 肯尼迪太空中心离开 据悉 到达国际空间站只需要一天多时间 与轨道平台的对接时间定于格林尼治时间11月17号4点左右 进行 该团队抵达后 将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凯特·鲁宾斯和俄罗斯航天局宇航员 谢尔盖·雷日科夫和谢尔盖·库德·斯维尔齐科夫会合 会合后 在距离我们410公里高的太空基地里 将生活着七位宇航员科学家 这会使他们在特殊微重力环境中可以进行的科学活动增加三倍 SpaceX 凭借着强硬的技术与硬件 也成功地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签署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合同 合作内容包括 开发、测试和飞行太空飞船服务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 将禁地轨道运输外包的新模式正节省数十亿美元的采购成本 它打算利用这些经济效益来资助其月球和火星计划 为此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测试其外包的巨型新火箭 以期将宇航员带回月球表面 并希望在2024年左右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011年淘汰友谊航天飞机 在过渡的这几年 美国一直依靠俄罗斯提供太空飞船服务 现在美国可以不再依靠俄罗斯实现国内自己 但美国宇航员继续时不时会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 但不会再为此付钱 作为交换 俄罗斯宇航员将获得乘坐美国太空舱的飞行机会 所以SpaceX一个公司却活生生地抢了整个俄罗斯政府的生意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